9月9号 北京朝阳区出现一例初筛阳性个案 是中国传媒大学学生 结果是校方当机立断 封校处置 不止北京 连日来 中国大陆已经有23座城市实施静态管理 超过6500万人被要求原则居家 其中新疆伊宁更已经封控超过一个月 网上接连传出有老人受不了饥饿而情生 还有临盆孕妇找不到医院接生 微博上有当地民众呐喊 这是在防疫还是在杀人 道歉归道歉 大陆防疫措施不仅没有放宽 从9月10号开始到10月底还要进一步强化优化 呼吁民众中秋节跟十一长假就地过节 跨省市运输除了行前要有48小时PCR证明 抵达后还要落地检 也就是由当地提供免费自愿的PCR筛查 对于违反酒不准 擅自层层加码的典型案例 国务院联防联通机制将予以曝光 防疫规定一再紧缩 大陆官方说法是为了避免疫情 因为节日旅游而扩散 但如果套上大陆政治议程 中共二十大将在10月16号开幕 也就是至少在这场大会结束前 动态清零都不会放松 TV新闻 易正宏 庄志伟 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